发现他的警号和我们的胸牌 胸牌和警号带反了 然后我当时就有点怀疑 他说是民警 然后带的奸章是辅警的奸章 他自己说是公安部让他来出差的 然后一会儿又说是 萧山分局一桥派出所的民警 面对赵警官的询问 这位穿着所谓警服的男子紧张了起来 虽然他还出示了所谓的警官证 但赵警官一眼就识破了 是个假证 我们的警官证很明显 拿出来是有防卫标志的 他的警官证拿出来 样子看起来是警官证 但是一看就是那种文艺店 复印店这种 自己做做的好像是假的 他40多岁 然后写的是三级警司 三级警司是刚入警的时候 像我们现在这样 工作前几年这样 所以说不符合 很多东西都不符合 对漏洞百出 男子竟然假冒警察出行 这可不是小事 随后民警把他带回了派出所详细询问 警官在哪里来的 网上办什么 网上给他查 光不处是什么证明 啊 手机里收藏的很多人 你在我在这个 在这个 你还编 还编 还不认错 我现在告诉你 这两个带反了 穿这个衣服里边不穿这个衬衣 装都要装得像一点 尖章也不对 尖章也不对 懂不懂 你自己现在还在说自己还是民警吗 不是的 他自称是老家街头小广告这种 办假镇啊这种警服包括都是假的 男子交代自己姓何 43岁河南人 暂住在萧山一桥 对于为什么要假冒警察 男子的解释是 你穿这个干什么呢 我觉得我老婆守护动 守护明天 我说你穿这个衣服干什么呢 与你老婆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方便 安全一点就是这意思 安全一点 方便一点了 他说是他老婆看病 然后穿着警服可能会走绿色通道或者这样 赵警官表示 人民警察不会有这样所谓的特权 何某要为自己的此番行为受到相应的惩罚 具体我们案件还在进一步争办当中 因为具体他之前有没有到底有没有穿警服 进行过非法活动 这个我们还在争办过程中 如果我们查明他之前确实是冒充过警察进行诈骗的 他会受到相应的法律处罚 1818黄青眼基础报道